一開始我們先用深咖啡色構圖 把概略的位置標示出來 像這樣複雜的物件就需要去調整它的位置 利用深咖啡也做出暗面的深淺 背景的部分一樣會以綠色系與咖啡色系做組合 利用深色把亮面襯托出來 再來我們加出蘋果的固有色 使用深咖啡色舞台 這邊慢慢調整蘋果的立體 做出球體的結構變化 以紅色系 做出立體 並增加一些色彩 讓紅色有變化 外圍的部分 畫面的四周 可依照構圖的需要 增加或減少蘋果的數量 和紅色的部分 所有的蘋果會以中間完整度最高 這邊開始做出前景葉子的造型 在前面的鋪層 把明暗跟色彩確定下來之後 接下來就慢慢調整它的細緻度 慢慢增加顏色的變化 樹幹的下方也依照構圖的需要 去改變葉子的造型與位置 在前面的鋪層上 每天都在帶來的 在前面的鋪層上 也有很多的 在前面的鋪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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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有多久 在前面的鋪層上 慢慢加量 整體性的畫法 每個地方先有一些完整度 慢慢的增加細節 我會把一個地方做得非常仔細 再畫下一個區域 這樣子可以讓畫面的整體性 虛實 強弱 有些清楚 有些模糊 做出節奏感 可以讓我把葉子的部分 讓我把葉子的部分也有自有安排 可隨意移動葉子的位置 放在焦點的部分 或者是感覺叫空的部分 最後的調整 主要是让它更协调 让每一颗颜色相近的苹果 做出不一样的色彩 做出一些细微的差异 也加强对比 暗的更暗 亮的更亮 在这幅画大致上是以写实为主 稍微增加色彩的彩度 让画面不至于太过灰暗 最后再做一些高彩度的点缀的颜色 来让画面更有精神 感谢观看 完成